女生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那 像我平常的時候 可能裝扮都是比較中性一點 可是因為這是可以 就是獲邀下上迎代日的形象帶大使 所以我可以穿的 就是比較稍微正式一點點 然後 戴上我覺得很 嗯 怎麼講 別處一格的帽子的時候 會覺得說整個人的感覺是不大一樣的 因為我平常也是 悠閒的時候也是會戴帽子出來 會啊 藝人都很喜歡戴帽子 有時候都戴那種牙繩帽 把自己都遮起來 那有時候可能 穿中心年會喜歡戴一點 比較西裝帽的那種感覺 就是比較帥氣的 我覺得帽子的感覺 就是帽子的形象 樣子不大一樣的時候 給人的感覺其實是很 完全是不一樣的 有什麼打扮的心得嗎 我自己是早期出道的時候 會比較追求一點流行 就是會想說 趕快看今年的流行什麼 大家大家流行什麼 但是自己後來慢慢的去看了很多的秀 然後自己穿大有經驗之後 我發現其實 你怎麼樣服裝出來 你還是要自己舒服 然後你還是要適合自己 所以如果我明明就是一個很中心的 我成天打扮得很lady 我自己都會不舒服 所以我就發現 其實時尚應該是要找適合自己的東西 然後你穿出自己的個性 穿出自己的態度 你就是很時尚的 你會不會打扮一下 我會不會打扮一下